通氣犯違規停車遭盤查 想裝病騙警方被識破 新北市系指一名有毒品前科的潘信男子 跟女友維廷在路旁吃冰遭盤查 當警方開始查詢身份證的時候 男子先是瞎扯亂報 眼看要被識破了 就假裝癲癇發作跪倒在地 警方察覺有意陪同男子就醫 男子最後演不下去了 才配合警方被帶回警局 小小我只有聖剑全部都在那邊啊 那你念給我就好了 我就可以查啦 違規停車遭到警方盤查 要他報身份證字號 這時候男子開始出招 A134 A134 再念一次好不好 A124 A124 欸 不會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女人有人 叫我車 傳說自己身體不舒服 下一秒還雙腿發軟貪坐在地 面對這種突發狀況 警方也嚇了一跳 躺平安 腳會抖啊 手很痛啊 好好好 他在天氣發作啊 還滿大聲的 我說他電氣發作 他還要喝水 電氣發作不會喝水 我要拿車給他喝啊 他現在叫救護車給他送去送去 男子假裝自己癲癇發作 警方忙著叫救護車把他送醫 男子一路演到醫院都沒停 健保卡 在急診了 現在不要緊張 這名男子原本在超商外頭吃冰 因為微停 警方上前盤查 男子擔心通緝犯身份曝光 開始假裝自己癲癇發作 一言演到醫院去 護理人員檢查後發現身體沒有異狀 男子這才乖乖認栽 你給我啦 反正你都要給 你一定要給 你給了我就好做事 想要透過演戲逃過警方追查 最後被釋破 逮捕過程令警方苦笑不得 記得上網站好多人來新北市采訪報導